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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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涵 歡迎來到跟著阿涵創作劇的頻道喔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今天要來開箱最新的作品 其實已經不新了 執行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終於完工了 就在今天完工的 你看到後面有小朋友在奔跑 也是一個非常大開放的公園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作品呢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從2021年的時候 開始動工整修整個場館的外觀 可能包括了一些室內啊 所以有了這個公共藝術的設置 原本這個作品啊 會設置在大馬路上 但後來呢 過程中搬遷到了側面的柏油路上 然後呢 就在快要施工前 我們又突然把作品移植到了 我現在後方的這個森林區 我自己命名它叫森林區啦 那這個作品呢 來到這個地方以後 我們覺得它給人家的體驗跟感受 跟環境更為融合 大家有看到我後面 有五座像小山丘的東西嗎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有深綠 淺綠 還有草綠色 那這個作品呢 在主題上 當然就是以客家的文化為主題啦 客家文化 從南到北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們這次的作品呢 設置在台北 那我們就是針對台北的客家人 來做踏查啦 台北的客家人呢 很多是從桃竹苗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前面踏查的這個影片 從十大夜市 龍泉市場 客難街 青年公園 還有通話夜市 都有客家人過往的足跡 包括吃的 喝的 廟宇 生活 都有一些痕跡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瞭解 那今天呢 透過這些踏查 阿涵我就創作完成了 接下來我就要帶大家來去開箱 但走進去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作品啊 我們做這個綠色的小秋波 可以發現以前阿涵有一些作品都是往高去發展 但這次呢我們是變成佔地非常廣大 它的高度呢 最高就只有一米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想要讓大家可以在視覺上更親近之外 它其實也呼應了客家山莊 他們其實不是住在深山裡喔 他們大部分都是住在秋林 所以呢我們就測試了像秋林的感覺 讓大家走進這塊落葉滿部的森林裡的時候 可以感受或是想像客家山莊 客家人過往生活的樣貌 所以都會客家人在城市中 我們是在世代市的旁邊 然後過去農村的客家人在同一個台北的場域間 形成了一個呼應跟對比 所以來到這邊除了可以看作品 其實還可以看場館裡面很多介紹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沿著這條步道 這個公園很多 譬如說你看小朋友會來這裡騎腳踏車 很多夫妻會在吃飽飯的時候來這裡散步 像旁邊有很多的住家 所以這是他們的後花園 後面呢是一個國中 所以國中生呢下課也會來這邊走走坐坐 其實很適合野餐 我下次也想要帶我的家人來野餐 好算了這個步道呢 我們會先看到作品說明牌 了解作品的來龍區外之後就可以走進去啦 那因為現在天色是快要太陽下山的時間 待要太陽比較晚下山的時候 作品就會亮起來 我先預告一下作品亮起來超級美 因為我們的作品是設置很多金屬的層次 特別透過燈光設計 想要帶出層疊散亂 除了造型是像丘陵層疊之外 我們的作品也呼應地形 有層層疊疊 那在這個層疊中呢 就可以有深淺跟層次感 我自己覺得超美的 好那我們這次的作品呢 因為是五座 所以分別就是客家的五個主題 是信仰 祭典 美食 生活 生態 這五項 那我們就先從生活開始 這一座呢其實就是在講啊 當年來到台北的客家人 落腳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師大夜市 師大夜市之所以會這麼繁榮 其實從一開始的客家落腳在這邊 開始做起生意來有很大的關係 當時據說 客家老闆佔有師大夜市 這些攤商生意的七成以上 所以彼此之間都會用客家話對話 這邊我們特別寫了一句話 講客也通 老嫩大細共下來 用客家話念的話呢 就叫做 好 意思就是說 你來到這裡如果你是客人 你是客家人 你可以直接跟我講客家話 因為我會講客家話 我是客家老闆 老嫩就是年輕的年紀大的 大朋友小朋友 供下來在客語裡面就是在講 一起來 那講到這裡呢我來講一下這一次的 作品名稱叫做 來者是客 這個客呢有三層意思 第一個呢就是客家人 當年來到這裡落地生根的是客家人 他們在這裡引起了很多的攤商跟生意 來到他們店裡面做客用餐的是客人 最後一個客人呢就跟這裡有關啦 來到這個客家主題文化公園的每一位都是賓客 所以這個客就代表賓客 大家一起來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人人客共下來 來者是客 就是這樣來的啦 所以在這個畫面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啊我們去到吃大夜市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到底有沒有客家老闆 還在那邊經營攤商的 就發現真的有客家人他在這邊賣粽子 然後他會賣各種櫃還有仙草 都是客家人常吃的美食 所以呢有了這個客家人的店鋪 那當然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客家人習慣會吃一些煙菜 在世大夜市有一家非常非常大的煙菜攤商 他說他是找桃竹窯地區的客家鄉親 種植的那些植物種植的水果蔬菜 披進來之後在台北煙漬 所以是很有客家味道的 在這邊呢我們也刻畫了 他賣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煙漬食品 所以這就是生活的部分啦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作品 走過了這個山坡呢 來到了這一座 這是五座裡面最小的 這一座呢他其實就以生態為主題 那因為客家人啊在客家山莊 環境是非常的生態自然與自然共存的 所以他們會用很多的植物入菜 然後也會用植物入藥 我們當時呢就來到了銀橋國中就在後面 跟他們解釋了這些植物功能功效之後 讓他們自己挑選喜歡的植物把它刻畫下來 這些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創作 特別一提的就是 小朋友會發揮他們的創意 比如說這個叫做 嗯 欸 亮了 時間一到它自動就會亮燈 好 那我來舉例一下 比如說有一個植物叫雷公根 它其實每一頁啊就是長這樣小小的一個 可是呢它就畫了一個很大的雷公根 裡面包覆了很多小小雷公根 這個作品呢 就它不是只是刻畫了客家植物 它還有匯集了小朋友的創意在裡面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的來看一下 有哪些特別的客家植物 是我們平常不熟悉的 像是有用來包粽子的麻竹 還有可以置中暑或腹瀉的雷公根 有些小朋友還把雷公根 用不同的方式創作出來 很有創意喔 再來是客家主題公園 曾經出現的小琢木 還有大家最熟悉的銅花 接下來是客家的五花 樹蘭 桂花 夜河 韩啸花 新丁花 像這個是可以止血的金狗毛爵 還有艾納草 當然小朋友也畫了一些鳥類 像是麻雀跟台灣藍雀 也都在畫面中喔 好 接下來這一組呢 就來到了淺綠色 這一組的主題呢 是客家信仰 他人都會擺的土地公 在他們的生活中 不會稱呼為土地公 他們會叫他伯公 為什麼叫伯公呢 是因為他們覺得伯公就像是他們的伯伯一樣 大小事都要跟伯公禀報 比如說我家的母雞生蛋啦 或是我家的豬生小豬啦 或是我家買了一隻牛 或者是家人生的小寶寶 大事小事都要跟伯公禀報 所以我這邊畫了一個很大的伯公 在他的身體裡面呢 就有豬啊 有雞啊呀 發生什麼事都要跟伯公禀報 我就把它刻畫下去 在客家主題公園裡面 就有一個土地公 距離我們很近的晉江街 那邊呢有一個長慶廟 長慶廟旁邊有一個長慶榮 這長慶榮啊已經300年了 話說回到當時的歷史 客家人遷徙到這邊定居下來之後呢 那時候就要防衛侵犯 所以他們就有壯丁爬到樹上 他就遠眺 如果發現有人要來侵犯他們了 對他們不利了 他就會開始擊鼓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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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也会残在树上 表示这些树或是石头是有灵的 他们就会拜这个石头 叫做石头宫 刚刚讲到长庆庙 长庆荣 因为它就处在靖江街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靖江街的时候 还可以去一家靖江茶堂 靖江街1号 道地客家人做的客家菜 长庆荣啊 旁边有很大一圈 然后下午的时候有些伯伯啊 就会坐在那边 大家交流啊 聊天 再过来一点啊 是我刻画的这种 在以前这个附近很多的古亭本 它是一种储藏古物的空间 那有些人不一定会储藏古物 他可能就会储藏一些农具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当然也会储藏一些干粮啦 那最下面这个线条啊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在刻画什么 在客家山庄一定有很多的彩茶姑娘 所以这些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俯瞰梯田的时候 那些彩茶姑娘上面带着斗笠 我们从上面看就会看到圆形 然后跟一些线条 所以我就把客家山庄彩茶姑娘的画面刻画下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讲靖江街一带 好 那我们再到下一个来看看啰 好 那我们来到了这一座呢 它的主题是客家的祭典 那客家有一个很著名的祭典 台北每一年也有举办的叫做艺民祭 艺民是什么呢 艺民其实就是因为当年客家人来台湾之后啊 就有很多族群间的蟹豆 这些蟹豆就有很多的听勇兴生的艺民 所以就有这个艺民祭 全台湾各地都有不同的艺民祭的习俗 都会大大小小的出入 比如说在新竹啊 是七月为主 但在台北的艺民祭呢 就是十月跟十一月 那我们来看一下艺民祭会有哪些经典的活动 比如说他们会出巡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像这个画面里面就有背着轿子出巡 你们看到这个很像小庙的啊 它这个其实是水灯 放水灯的仪式 那这个放水灯就是真的把水灯放到嘴里面 目的是要慰问这些孤魂野鬼 过来的话呢 是这个挑蛋奉饭 挑蛋奉饭最一开始起源 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嘛 蟹豆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就会很辛苦 就会要有后勤部队 后勤补给呢 就会挑着蛋 奉上好吃的饭 热热汤 然后跟甚至一些甜食给这些客家人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几个比较 寇合艺民祭的画面把它刻画下来 再来呢 中间你们有看到很可爱的五龙五湿 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般我们从小认知的五龙五湿 可能就是一个渊渊的大脸 对不对 可是呢 客家的五龙五湿呢 有一种下巴是方的天原地方 嘴大吃四方啦 所以我就刻画了一个下巴是方的五龙五湿 这一个整个作品呢 其实就是在刻画以艺民祭为主 顺便一提的是 台北的艺民祭是每年的10月11月嘛 台北市客委会呢 其实也举办了非常多相关的活动 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上网去查查看 然后一起来参加共襄盛举 再来呢 我们最后一个来到 你们看现在天色渐渐暗之后啊 这个层次感 画面中不知道我们更明显 大家一定要来肉眼看 因为这个灯光效果 跟层次在这个空间氛围中 意外的有一种奇幻的氛围 灯光给出的奇幻的感受 搭配了这种有层次的镂空 所以你看前面就会比较深 那其实它在白天的时候 看起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颜色 可是到了夜晚 因为光影层次的搭配 所以会有深浅的效果出现 那再来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大家想到会想到什么 比如说板条啊 客家小草 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然后最容易吃到的 其实客家美食从南到北也都很不同 像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大学的时候跟老师去美农的客家庄 每进一家餐厅哦 除了板条之外 它一定都会有的招牌菜 就是花生豆腐 花生豆腐就是造型是跟豆腐一样 可是它的浓浓的花生味 一直到我现在都非常的难忘 但是我发现在台北的客家餐厅 或者是新竹苗栗的客家餐厅 好像比较不容易吃到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就有把它刻画上去 这个里面啊 我们其实也有放入了当时的民众共创 除了刚刚跟你们讲生态的那个作品 是跟国中小朋友共创之外 我跟一般民众呢 不管是客家人或不是客家人 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共创工作坊 那有几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说 他的妈妈是客家人 客家人很喜欢拜拜 所以每到任何的时节 一定都要准备一只完整的鸡 单住香拜拜 所以他从小对于他自己是客家人的印象呢 就是跟拜拜有关 再来一个我做这个创作我才知道 我觉得超特别 每到清明节 大家不是就会放假吗 清明年假 大家就会赶着去扫墓 然后大家就会说 今天扫墓又塞了多久 但是客家人不是在清明年假扫墓 他们是过年后就开始陆续扫墓 我就问说那是哪一天 他们就说过年后 开始这个区间你都可以去 然后就发现好像蛮聪明的 就避开跟大家人给人的扫墓时间 再来一个啊 是有一个人他刻画了僵丝大厂 他不是客家人 但是他非常喜欢吃僵丝大厂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 比如说像是甜板 就是他们以前在讲说天穿日啊吃甜板 小朋友好像还要把甜板丢到屋顶上的一些 很有趣的习俗 当然在台北市可能就很难 因为你丢到屋顶上 可能就已经消失了 就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还有包括油锥子也是客家的甜点 也是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 还有一个爱板 其实客家人不会讲爱板 他们就一定会讲客家话 他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草娃粿 他就是用艾草去揉那个面团 所以他那个面团里面就会有艾草香 还有一个是雷茶 我之前有刻画过雷茶的作品 一个碗工 加茶叶磨一磨 再加古类磨一磨 最后再加茶汤喝 后来客家人会喝雷茶 他说因为雷茶需要时间慢慢的磨制 大家聚在一起 磕磕瓜子聊聊天的时候 做这雷茶就会是一个 打发时间的一种很好的媒介 最后呢 讲到客家大家一定会造童花嘛 那就有一个同学很有创意 在他眼里童花很美 在他的记忆里面他去看童花 是他对客家比较深刻的记忆 所以他就创作了一只眼睛 然后他的眼里都是童花 我觉得很有创意 好的 那这个就是客家美食的部分啦 好 你看我们从天亮讲到天黑 其实抓着时间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就是也是希望让大家看一下 天亮到天黑 这里的氛围变化 跟灯光一开始亮 跟慢慢入夜之后的感受有多么的不同 再晚一点又会更不一样 我刚刚自己走过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角落超美 你看这边这个树是不是比较深 后面是比较亮 这是我们其实通过灯光 很神秘的角度的调整 灯光设计时 让我们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跟我讨论 然后去调角度 打造了这个丰富的作品 那我们终于完工了 欢迎大家有空到客家文化主题公园 周边走一走 去吃客家菜 来到客家公园 看看作品了解客家文化 我们还会有一支纪录片 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谢谢这一次共同参与的民众 以及我们作品完成之后 参与我们五个场次导览的所有的朋友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会错过阿翰的其他影片啦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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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